ABCDEFGC 我們來看題目 題目上有ABCDEFGC個點 只用ABCD四點貢獻 除此之外認三點不貢獻 問這七點決定幾條直線 那這邊我先把圖畫出來示意圖 來解釋原因題目要幹嘛 我們來這邊 把一條線上他說有四個點的意思 其實是有ABCD的四個點 除此之外另外三個點EFG EFG這三點 並沒有在線上也不貢獻 這邊的話我們要講一個概念是這樣子 平面上認兩點可以決定一條直線 這邊的話我只要找兩個點就可以畫出條線 找兩個點就可以畫出條線 所以這邊的話其實我們可以這樣想 這七個點我任意抓兩個 所以應該所有的點應該有這麼多的組合 好那這樣子的話 這是所有任用點的組合 好那這邊的話題目問題來了 因為這個AB連起來的線是黃色的 BC連起來的線也是這條黃色的 CD連起來的線也是這條黃色的 所以這四個點任意啊 任意呢取兩個的狀況都是這條黃色的線 所以事實上它們是持同一條線耶 所以我們必須把它扣掉 就是四取二是ABC所產生的重複線段 好 可是如果我全部直接這樣寫完答案的話問題來了 因為這四取二其實包含了這條黃色的 唯一的可能性也被我扣掉了 所以我們必須要把它怎樣 把這條線給加回來 所以這邊還會加個1 那這個1所代表的是這條 所以這邊的話呢 黃色這個啊是ABCD 所產生的這個唯一的線段 我把它加回來還對 因為如果不加回來我也多扣掉了 所以我們把這個答案算出來 就是我要的東西了 好答案就16 我們就可以算出來了 所以16條 我們現在幫我來補充它們 最後一集點 我要去補充它們 然後再用一集的 然後再用一集